我是古蛙木 今天我們要來做一個破土而出的實驗 在當辣妹來敲門這部電影中 兩個女主角 他們先挖了一個大洞 然後將看不順眼的男主角 先用水管捆起來之後 把男主角丟入洞裡 埋起來 只讓男主角露出一顆頭 之後男主角當然是有進行逃生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來測試 在同樣的情況下 像我這種一般的凡人 是否也有辦法破土而出進行逃生吧 OK 現在我已經被水管捆起來了 第一個感想就是 他的鼻子好癢 好 那我們現在要進行被埋起來的動作了 這麼大的確是也沒有被埋過 欸 輕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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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痛 欸欸欸 不要不要不要噴臉 欸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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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說你要慢一點 有石頭 我怕我還沒有被你們埋起來 我就被你們砸死了 請溫柔一點好嗎 喔 好重喔 這個土 欸 這樣子真的還是還蠻動彈不得的 我現在最困擾的一點就是 被蚊子咬很癢 然後沒有辦法抓 蚊子在我的臉頰上咬了兩下 這土堆裡感覺有很多小蟲 蚊子超多的 救命啊 拜託給我一個蚊箱 太多蚊子了 是幹嘛啊 這些蚊子是幹嘛 快點快點 你們把我趕快埋起來 我跟你講 我自己覺得這個一下就逃走了 好癢喔 速度速度 埋快一點 埋快一點 你們很弱欸 欸 不要咬我 救命啊 我需要一個幫我抓癢的人 欸 我開始有感覺到 可能因為身上被壓很多重物吧 血液是不是就是 會往頭頂蟲 我覺得我現在像一顆種子 被埋起來了 被埋起來之後 最不爽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蚊子 你只能認蚊子斬割 好幾隻在我身邊飛 一直給我聽他們翅膀震動的聲音 而且我跟你講 我發現已經很尷尬了 我剛剛做隻不好 有一隻腳卡住了 好痛苦喔 幫我趕蚊子好不好 我救你們 我跟你說 這些蚊子應該覺得 媽的這裡有一個智障 露出自己一顆頭給他們吃 救命啊 這個太驚了 要被熏死了 不要垂到我欸 好可怕 好辛苦喔 我說實在的 這電影裡面的女主角 是什麼毛病啊 他們這麼大被周章吧 男主角埋進去到底追求什麼啊 被埋在裡面 除了呼吸有一點困難 可能壓力的關係 你會覺得 血壓有一點不正常之外 現在是因為可能天色有點晚了 蚊子比較多 不然沒有蚊子的話 說實在的坐在這裡 真的沒有特別覺得哪邊不妥當 反倒是挖洞的人超累的 我跟你講 那兩個挖洞買我的土匪 現在滿身大安在那裡休息啊 那 我現在要模擬電影裡面的討生啦 在電影裡面的男主角 他是把手先伸出土裡面的 但是手被水管綁住了 我是不知道男主角怎麼伸出來的啦 然後我有嘗試想要動腳 但是腳上面的土可能最多的 所以我的腳動彈不得 最能動的其實是肩膀和身體 我以為可以很輕易的站起來 但我現在站不起來 我的腿動不了 但是你可以看土壤 我上半身還是有足夠的力量 可以震動這些土 等一下有點累 我才動三下就覺得好累 因為要使用滿大的力氣 我才有辦法推動這些土 如果壞人就這樣把我丟在這裡 一段時間之後 我覺得搞不好我會昏迷 因為不知道是不是身上壓太多重物了 感覺有點昏 跟想像的不一樣 我以為我可以很輕易站起來 我剛剛還一直跟他們說 用力滿 我這個隨便就出來了 但其實沒有隨便 很多時代的我還蠻難動的 而且我覺得我的腳麻了 救命啊 總彈不得啊 有點困擾 我才掙脫幾下就覺得超累 而且我現在沒有力氣講話了 我先說 動不了 怎麼辦 有點累 水拿一下 為我喝一下水 快點 很渴 補充一下體力 這個真的蠻累的 太高了啦 不是啦 很濕很濕 你幹嘛搞病 加高 加高走開 我待會起來你就死定了 嚇嚇 為什麼要這樣子 我跟你講我要生氣了喔 我跟你說 剛剛這樣子澆水你土壤就鬆了 鬆了之後我跟你講 不過幹我 我還是出不來 我跟你說 我爬出來你就死 我知道為什麼手會先出來了啦 因為 上半身比較有力 我是把手緊緊的這樣子壓在身體上 然後從水管裡面先伸出來 所以電影裡面男主角的手 也是先伸出來就是這個原因吧 那只要一隻手伸出來我跟你講 剩下的地方出來就是遲早的事啦 我可以自己撥土你懂嗎 那土撥一撥我就出來啦 幹 對今天的實驗非常不滿意 這樣子埋真的是蠻重的 而且電影裡面男主角是作者 這如果是站著我看 應該就沒救了 我要把我的左手拔起來 OK 我現在就像一顆被澆過水的種子一樣 花牙啦 我要茁壯了 我要一鼓作氣站起來 我的腳折到了 我覺得我的腳要斷了 因為我剛坐進去的時候 有一隻腳 是有一點彎曲的 現在那隻腳沒有辦法用力 好 救出我的右腳了 等一下我想要救我的鞋子 算了啦 我不要鞋子了 好 我現在逃生出來了 好我們現在簡單做一下結論 就是在當辣妹來敲門這部電影中 男主角被埋到土裡 然後他伸出一隻手 最後幫助自己破土逃生 這個方法看起來是可行的 那具體可行的原因大概有兩個 第一個是 他是被水管綁住 但是水管本身他有彈性 所以你只要稍微身體用力一下 然後把手往胸口擠 你就會發現那個水管的縫隙變得很大 是可以讓你輕易的把手伸出來的 那再來就是兩隻手都伸出來之後 手是幫助你逃生的關鍵 你可以用手來剝圖 或者是用手來實力把自己撐起來 OK 那今天的實驗就到這邊 希望這個實驗對你們有幫助 如果你想看我做更多電影實驗的話 你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訴我是什麼電影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你學你挖好沒?洞挖大一點 假告 過去做